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赵队长就不用操心了 相关的设备还有专业的人员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确定具体的位置 我们就立即抓手开采 暂时还不需要你们帮忙 秦营长你真是见外啊 现在我们大家都指着这矿打鬼子 人多力量大 我们都是为了抗日 我觉得我们应该参与参与 虽然我们没有技术 但是当你的体力活还是可以的吧 将来有需要的时候 一定找你们帮忙 好了好了 郑书记 你放心 现在是抗日为重 我们不会不顾全大局的 既然这样 我们也等待上级的答复 大当家的 现在终于联合抗日了 咱们也能打日本鬼子了 我听说啊 这日本鬼子装备可不差 就咱那家伙事 我看够呛 大当家的 前领导不是说给我们一批吗 这不还没给呢嘛 再说了 就他们那装备 跟我们也差不多多少 拿着打日本鬼子 那不上去送死去啊 大当家的 六子 他们回来了吗 刚从南京回来 陈委员说 让你没事就去看看他 回家吃个饭 有爹就是好啊 总被惦记着 我也想有个爹 这位是新上任的 金矿公司总经理 必然无一致 令员 吴正言 你就坐吧 都认识你 好的好的 都是熟人 都是熟人 说了这么多 还不知道我们的金矿在哪 按说现在 我们是一家人嘛 这告诉你们呢 也无妨 不过 这毕竟是军事机密嘛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对对对 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另外呢 这次发现的储存量不是很大 只能应应极异 哎呀 蔡旅长啊 真是羡慕你们呀 你们还有个金矿 我们那儿只有土啊 所以吗 赵队长跟土匪的关系好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初医长啊 这个根据地长出来的东西算不算我们的 算 当然算 这个地底下挖出什么古董什么的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 对 只要是地底下的东西那就是你们的 哦 那我明白了 正好那我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 我们在鸡公山的游击队啊 正好也发现了金矿 这个事呢 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 这个也应该都算我们的吧 等会儿 赵队长 鸡公山什么时候有游击队了 一串红啊 那不是土匪吗 怎么成游击队了 哎 秦医长 你怎么这么见外啊 他不早加入我们了吗 一千两黄金 这个结巴堂是不是我们一起干的 这个一双红来救我不也进了牢房了吗 哎 既然这样 那就简单了 你们开发你们的金矿 我们开发我们的金矿 赵队长 你们的金矿 不会就在鸡公山吧 对啊 你你怎么知道的 哎 不是不是 我们的金矿也在鸡公山 鸡公山野猪岭 是陈主言亲自看测的 哎 不对啊 刚才崔旅长说 根据地的就是根据地的 对啊 这田真伟都记录了 田真伟 记录了吗 对 尤其是这句 我都记录了 不等等 我说的可是闪甘宁根据地啊 根据地就是根据地理 我们这儿也归闪甘宁管啊 这不行 金矿的事 得向上级请示 允许才行 夏局长 你这是干嘛 你这是破坏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啊 赵局长 你别乱扣帽啊 我们俩之前在牢房里边聊的不是挺好的吗 那怎么坐到一个桌子上面还聊不明白了呢 我们现在不聊的也挺好的吗 我看也没什么好聊的吧 这记录我会承报给上级 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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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这什么样子 走了 怎么搞的吗 老爷 老爷 没事吧 老爷 我没事 不要你们扶 我来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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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开 书云 你这是怎么了 你大白天 干嘛喝这么多酒啊 来喝点水吧 不 被扶职了 见得什么都不是 非人一个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团总 不让我当了 我什么都不是 金矿成立公司 他无一致 成了总经理 我 我白忙活了 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 无一致说要收留我 说让我当助手 什么是助手啊 助手就是跟屁虫 就跟那个刘德丽一样 你按前马后的跑着 他怎么能这么对你呢 说的也是啊 所以啊 鼠元 你得去 去跟秦武说一说 秦武现在官 官大了 你让他在矿上 给我弄一个 一官半吃的 啊 现在 年轻不好 随时都要打仗 什么生意 都做不成啊 我能跟他说什么呀 不管说什么 你就说嘛 他就听你的 他爱听你说话 不为别的 为了 为了你 为了我 为了他 咱们这一大架子 好不好 走 走 慢点啊 行啊 来 慢点 这个赵汉廷 一肚子滑滑肠子 他一直都是那样 随理长 难道这个金矿 真的要给他们 一串红到底是不是他们的人 他们之前 是总在一起 不过现在一串红 已经在激公山上 离开赵汉廷的游击队根据地了 看样子 一串红应该 还不算正式加入游击队 顶多就算是互相帮忙吧 那就争取 把一串红收编过来 作为我们的后备补充 一串红是我们的人 金矿那就是咱们的了 这名义上是联合抗日 那将来的事 谁说得准 谁有金矿 谁就是老大 我们把金矿攻守相让 将来出了事 上面问责 那怎么办 我们要考虑得长远一点 是 属下明白 对了 一串红和陈英是姐妹吧 那把陈英也带上 让她帮着说说 这怎么说 也是国民政府的事 这再说了 这金矿也是陈委员看策的 就算是 帮她的父亲 做点事情了 好 那我约陈医生 一起去金矿山 跟一串红谈一谈 还有 不要跟土匪讲什么 抗日救国的大道理 他们指认东西 收编一串红的时候 多给点甜头 当初 委员长受编军阀的时候 就是这么干的 属下明白 行啊 赵队长 今天你占便宜的功夫 算是用到家了 生生把一个金矿 给说回来了 我这不是习惯了 之前经常跟他们打交道 我的舌头要是有两寸的 那赵队长的舌头 就是三寸 之前你不是说 陈委员不会把金脉的事情 报上去吗 我今天啊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陈委员是这么想的 内战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给 但是现在国共联合了 不就用在正确的道路上了吗 有道理 还有 我们在任何时候 都要建立和维护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们现在要联合 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一串红他们是现成的队伍 要是把他们争取过来 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好 书记 这事你交给我了 我一定会努力 把一串红给收复过来的 郑书记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用我党的主张 和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 去感化 教育他们 一串红也是一匪 我们有把握 把他们给说服过来 田政委 你和赵队长 一起去激公山 我和黄黄去就行了 这次比较正式 我作为政委 还是亲自去一趟吧 好 我看就这么定了 目前还没有看到 国民政府真正的抗日决心 也不知道国民政府的真正意图 他们是否有抗日决心 是啊 金矿事 我还要向上级汇报一下 听听上级是什么意见 那咱家的 秦武带着人到山上来了 秦武带着多少人来 人不多 也就七八个吧 对了 还有陈医生 他也来了 陈英 怎么会跟秦武在一块 不知道 你去 叫上阿当家 咱们一块出去看看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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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英子 你怎么跟秦营长一起来了 多日未见 我想你了呗 正好秦营长要过来看你 我就跟他一路顺道了 大当家的 别来无恙 秦营长怎么有空 到我寄宫山来了 不会是因为 在你那吃了几口饭 小气了 到我寄宫山吃回来吧 大当家的太能开玩笑了 我寄宫几顿饭还是请得起的 今天来是专门给大当家送礼来的 陆副官 在 大当家的 请向那 这是 一份小礼物 之前我跟大当家的也算不打不相识 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还希望大当家的多多包涵 这把伯朗宁是崔旅长之前送给我的 我觉得跟大当家的配起来都是相当的合适 东西是真不错 秦营长 您太客气了 直说吧 什么事 大当家的够爽快 那我也不绕弯子了 今天来 想请大当家的加入我们中央军 就这么一把破枪 秦营长想收编我 您也太小气了 我秦武绝不是小气的人 陆副官 在 给大当家的看看 弟兄们 把东西打开 给大当看看 够有诚意的吧 大当家的只要加入我们 今天这些大洋还有枪支弹药 我就全都留在这 这东西我是真稀罕 但收编的事 免谈 这枪呢 太小了 也不适合我 我还是适合盒子炮 大当家的和你手下的这些弟兄们 在这极公山上 不就是为了一口饭吗 我跟您打保票 只要大当家的加入我们中央军 每个月我们按人头发军下 这口饭吃起来 总比在这落草为寇 吃得顺当 再说顺不顺手 得用了才知道 按水浒说 您这是招安 大当家非要这么说也可以 可这英雄好汉自古被招揽 都没什么好下场 真打起仗来 全都送去垫背了 姐姐 话也不能这么说 眼下 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 全国上下都在积极抗日 你应该顺应局势 与全国同胞 共赴国难呢 陈医生说得对 国破家亡这个道理 我相信大当家的 一定能够明白 无论您加入不加入我们 我们的敌人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日本人 况且我相信 大当家的 一定比那个水泊梁山的宋江 更加的深明大义 秦医长 您就别给我戴高帽 我和你不是一路人 虽然这饭呢 吃着不怎么顺的 可我乐意啊 大当家的不用这么快拒绝我 你看我跟赵汉婷之前也不是一路人 现在不也坐在一个桌子上面了吗 您再考虑考虑 我们随时都会赢 我妹妹呢 就留下多住几天 秦医长 我们真不要小 容不下你们这些正规矩 请回吧 好 那东西 我先留下 拿人手短 您还是带走的好 行吧 大当家的 如果改变主意的话 就请陈医生转告我们 告辞 不送 走 是 弟兄们 把东西抬上 是 英子 你怎么替秦武说话呀 我那也是没有办法 崔旅长非逼着我过来 我也就跟着走走过场 顺着他说两句 你不要放在心上 爹还好吧 爸挺好的 他也老是念叨你呢 这次来就多住几天 我们姐妹俩也好说说话 正好 我也好久 没跟姐姐在一起了 你先回去了 是 书远 你怎么来了 有事 找你有点事 这么冷的天上里边说就 没事 就在这说吧 说完我就走了 什么事 听说联合抗日了 对 总算不无二里斗了 那你跟那个赵队长的恩怨 我跟他本来也没什么恩怨 赵汉廷让你来的 不是 那是 他被撤了职 最近有点不顺心 天天借酒消愁 他有什么可愁的 把他生意做好不就行了吗 五哥 你能不能在金矿上 给他谋个差事啊 你也知道 现在兵荒马乱的 他的生意 也不景气 毕竟还得养活一大家子人呢 算我求你了 金矿上的事情 不是我能定得了的 都是翠律长安排 那你就跟那个翠律长 说说情啊 哪怕在金矿上 给他某个小职位也行 我尽力吧 等看见翠律长 我会跟他说的 那谢谢你了 跟我还什么谢不谢 只要你过得好就行了 过得还行吧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 那我先走了 将军 翠律长 怎么样 至少从目前来看 黎串宏 不同意我们受变 这么多装备 打动不了他 是 那再想想别的办法 行 过段时间我在上山 找他谈一谈 要抢时间 争取这几天就办完 行 我争取 旅长 有个事情想征求一下 您的意义 你说 您看矿眼公司那边 能不能给张天佐 安排一个职位 张天佐 你们不是一直对着干吗 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这再说了 你们之间不是还有女人的事吗 不管怎么讲 张天佐在陵园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关系多 陵园方方面面 他都很熟悉 我觉得 他对矿眼公司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用准 顾全大局了 用人不计较个人恩怨情仇 请我 站不进了 谢谢队长 宽家 行 我跟上面说说 那我等您消息 赵队长 田领导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山寨了 之前不一直跟你们说 让你们加入游戏队的事吗 今天我跟老田啊 就来正式邀请你们 这事啊 好说 那我就当大当家同意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 一起回游击队啊 这先不着急 赵队长 你跟我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不能在这说啊 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去吧去吧 我在这等你 回去还得向郑书记汇报呢 听领导 坐 坐坐坐 喝茶 听领导 今天秦武来了 那可是带着钱和装备来的 我看着都眼馋 他们能给你们的 我们确实给不了你们 但是我们有真诚 我们共产党是一心 为老百姓谋福利的 你们也是老百姓 现在国难当头 正是需要我们紧密团结的时候啊 同样都是打鬼子 用我们大当家的话说 跟你们相处的时间长 有感情 跟游击队干 我们心里踏实 我们的队伍 就需要你们这样的狭义之事 才能更好的打鬼子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姐姐 陈医生 你也在 赵队长 我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想和你说 说吧 什么事 今天秦武 来找过我了 他们给的条件确实不错 不过我信不过他们 在游击队待了这么长时间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是一心解救 劳苦大众的 跟着你们才不会错 一转红 谢谢你对我们的肯定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想法 不妨说来听听 姐姐你究竟 想说什么呀 英子也不是外人 今天当着英子的面 我就直说了吧 我这些兄弟啊 我最了解 他们都是穷苦出身 但本性不坏 只是闲散惯了 我怕 我怕他们到了游击队 会做出些出阁的事情 希望赵队长 看在我们 曾经并肩作战的情分上 能尽量担待一下 我也想给兄弟们 找个好的出路 不然没脸 见老藤家的 这个你放心 我们共产党人说话一言九鼎 现在正是诱人之际 我们会把激公山的 每一个兄弟 当成自己的同志来对待 绝不会怠慢他们 党一贯主张 求大东存小义 我们会让他们 成为合格的游击队员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我会加入游击队 明天我就带他们去翻家破 这样是最好的结果了 真高兴 姐姐加入游击队了 国民政府已经要在林园建立 清矿公司 我一致说 清矿就在激公山的解出来 不可能 我跟我爹说过 他待会不会上报的 我就知道这有君子 好吧 我跟你说实话 二道家 以后你们山寨和我们游击队 可就是一家人了 听领导 什么叫以后啊 我们一直都把你们游击队当亲人呢 对对对 这相处时间长了 确实有感情 听领导 既然说到这儿 我三炮今天以茶代酒 给你赔罪了 何罪之友啊 我山寨这帮土匪兄弟们 一点规矩都没有 之前和你们游击队一直发生冲突 我心里过于不去 你也别见怪了 我三炮 给你赔不是 二道家 快别这么说 在我们党的队伍里啊 都是讲究人人平等 互相尊重 以后你到游击队 我再和你慢慢爽 但是你们的队伍啊 已经进步很多了 来 我们干了它 干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原来你们占山为王 其实是为了守山呢 现在要打日本鬼子了 我只希望这鸡脉的金子 能够用到正地方 不能让张天左跟吴玉智这种人 拿着升官发财 你这就是民族大义 难得你思想觉悟这么高 那还不是因为你跟田领导 成天在我耳根子底下 叨叨的结果啊 不过 如果我们老当家 地下有知的话 我相信 他也会很欣慰的 你放心吧 只要你加入就对 鸡公山就是根据地的一部分 所有的东西都会用在抗日上 绝不会有一丝一毫 用在其他地方 我相信你 欢迎你加入游击队 明天范家破剑 郑书记非常想见你的 从现在起 你们可要好好备战了 之后就可以在战场上 并肩杀敌 来 田领导 喝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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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医生 田领导 大当家 游击队 欢迎你们的加入啊 田领导 你怎么能用欢迎呢 应该是回家 对对对 我一高兴都说错话了 回家 你们的营房还给你们留着呢 就等着你们过来入住 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就先回去吧 明天见 对 大当家 那我们明天见 好 那我送送你们 好 请 队长 谁又回来了 他说 尼串红已经加入游击队了 又让游击队占了先机了 明天上午 郑书记要过来谈判了 那上面现在什么意思 四个字 抗日为重 赵队长 一串红的事怎么样了 一串红已经同意加入了 太好了 他能加入进来 机工扇的金脉就掌握在咱们手里了 咱们就有主动权了 金脉在咱们手里 我没有设备 这后期怎么开发呢 开采权在咱们手里 还愁没有设备 国民党方面不是有吗 跟国民政府合作 金脉在咱们手里 我没有设备 这后期怎么开发呢 开采权在咱们手里 还愁没有设备 国民党方面不是有吗 跟国民政府合作 现在抗日是头等大事 要向采矿 还得借用国民党的技术和设备 我看难吧 崔医长一直盯着金脉 我们把金脉给独占了 恐怕他们心里也不服啊 既然黄金是用来抗日的 咱们就应该拿出诚意 干脆一家一半 这样 他们就不会再说什么了吧 只能这样吧 我已经约好了崔旅长 明天进行谈判 爹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 当时你答应过我 替我保守亲卖的秘密 可为什么又上报 给国民政府了 我本来也是不想说的 可是后来一想 这不是国共联合 打人民鬼子吗 都是中国人 怎么也得尽一份力啊 爸 你以前不是都不管这些吗 那还不都是被你们教育的吗 如果金脉的金子 真的能用在抗日上 我相信老祖也会高兴的 我上报的不是金脉 是金矿 什么意思啊 我找了一个急功山 金脉中黄金最少的地方 报了上去 就是叶竹兰 我明白了 爹 姜还是老的辣啊 那当然了 为什么呀 我看你 我认识 我认识 你 这个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把 还有我 来 共同开发 这个方式好 本来省政府给我的命令 是把金矿让给你们 这么看来 我们抗日的目的是一致的 省政府肯定会同意这个提议的 名字嘛 我们有个想法 就叫联合 全程是 零元联合黄金矿业公司 好 这个名字好 也很合适 这代表着 我们联合抗日的开始 金矿的 就是我们良好合作的象征 韩宁兄 这名字又是你想出来的吗 秦营长真猜错了 这是田政伟 想出来的 陈美源现在复闲在家 最好啊 也能让他来矿业公司 做个技术顾问 这没问题 我会向省政府转告他 另外啊 这个矿业公司的地点呢 我建议就选择保安团吧 保安团刚被裁撤 现在正空着呢 秦营长 没问题 吴经理 你就先忙着矿业公司的事 那么建厂 设备 招工 还有合作细节 就请长和赵队长 你们对接 我希望大家能够通力合作 尽快地把情况开启 我一定全力以赴 潘亭兄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肯定会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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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愉快 愉快 秦兄 我先敬你胃吧 我的事让你为难了 只要我能效力的 我愿肝脑涂地 在所不辞 上班怎么安排的 口头调令了 已经下来了 但是 现在就等书面调令 给你安排的职务是 都班 都班 都 好像比吴玉士的官要大 是比他的大点 还算满意吧 满意满意满意 谢谢 敬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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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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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 真是 公司公司 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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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不下 好 好 都别动啊 都别动 来 看这里 好 1937年七七事变后 日军调集三十七万军力 组成了华北方面军大举男亲 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 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 由土飞元贤二率领的 第十四师团二十八旅团 和九警龙少将指挥的六个步兵大队 分三路向张河北岸进击 1937年十一月五日 日军集中五百零一门炮 向安阳城发起摧毁性攻击 走 救人 救人 稍微忍一下 一会儿就好了 轻点轻点 快 我现在正在给你止血 止完之后 就可以做手术 就可以给你取单片了 我好像打死了一个人鬼子 够本了 坚持住 我很快 我很快 很快就能跑了 坚持 坚持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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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ussed 估计还得再发起进攻啊 我们这次牺牲了不少战士 小鬼的火力太猛了 赵队长 小鬼怎么撤去去了 我觉得有问题 发友 带几个人去猛猛情况 我担心鬼子绕道朝我们后路 是 一川红 秦营长那边怎么样 枪庞声都已经停下来了 走 去秦营长那儿看看 走 李先生 到 局长 检查的呀 轻点人数 是 林长 游击队带来了 刘哥 老秦啊 你们怎么样 战况如何 这不刚打脱一轮进攻吗 你那边怎么样 几天下来 几天下来 一半人都没了 我这边差不多 知道这么难 扛不着吧 是啊 小鬼子突然就没动进来 担心 过两天儿 Groß 他 什么啊 再说一遍 安阳被攻城了 打到哪儿了 已经往灵源进发了 喂 你 喂 你怎么了 安阳被攻城了 我还以为能顶几天呢 灵源不能再带了 赶紧跑吧 不行 不行 金矿的设备还没撤出来 顾不了那么多了 逃命要紧啊 哎呀 我知道 展望 展望 又怎么了 出发事了 走 出什么事 说呀 什么时候 快说吧 咱家后院骑我了 二姨太太所有钱跑了 什么 你想住啊 迷掌柜那个王八蛋 把当铺所有东西都带走了 跟他们一块跑了 来 行 张团总 前来身外之物 保命要紧啊 啊 吴专人 没有钱往哪儿跑啊 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 你们不走 我走 来 吴专人 我走走走 吴专人 上去去吧 姐夫啊 吴专人说得对 日本人都打过来了 县政府的人都跑了 咱撤吧 那里 我就不走 陈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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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吴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事不宜迟 别再犹豫了 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吧 我两个女儿还没有回来 你走吧 我不走 都什么时候了 还顾着你的女儿啊 再晚了你的心里都难保啊 那我女儿怎么办呀 他们在部队安全得很 再说了 安阳已经失手了 他们肯定跟着部队撤走了 你要是有个闪失 他们心里岂不是更难过吗 哎呀 别再犹豫了 回头再打听他的消息 走走走走走 好好好 我拿衣服 快走快走吧 门门门门门 好好好 别管了 抓紧点吧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哎呀 抓紧点吧 要不真来不及了 要不真来不及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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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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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抓雇鱼 by 呃 村里长他们怎么样 不知道 是死是活不知道吗 秦营长 别担心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撤出去了 我们现在和大部队失去又联系 安阳又失守 我们现在是断了线的风筝了 这不能待了 再待下去 万一日军掉回头来 我们就全完了 对 没错 这里 离林园进 我看 我们先撤到林园的范家坡吧 然后想办法跟大部队取得联系 再做下一步的计划 怎么样 对 我们要现在走 很快就能到林园呢 我看行 那你走吧 分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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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玄雅 马上出发 是 玄雅 准备出发了 是 真不走了吗 真的不走了 往哪儿走 咱们家产没了 就算房产和地契了 咱们再一跑 这不成了废纸一张了吗 我这儿还有平时攒的一点钱 再加上我这些手势 咱们去外地 再重新某个营生 一定饿不死 淑月 你就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我是说我 离开了林园什么都不是 就是一介草民 什么都做不了了 我们可以做生意呀 实在不行 我还能卖畅呢 我告诉你啊 我绝不允许你过这种日子 那你留下来干嘛呀 难道你留下来想当汉奸呢 成头变换大王旗 你一个富到人家 就不要管这些事了 当汉奸是要留一辈子骂名的 你不能当汉奸 什么汉奸汉奸的这么难听 我得把这个家撑下去吧 你让我怎么办 张天左扳辈子的心血 就这么完了 不行 国民政府没给我的 我一定要从日本人让拿回来 就这么定了 不了再说了 国民政府是在这个头集 香港人 沖ope 没有avanc 阶段 中国把对方向 您看到 took 并不独立吗 ehkä 以前 别开枪 别开枪 自己人 自己人 你好 别开枪 长官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你 什么人 你会说中国话 那就太好了 我就是陵远本地的 这一片都归我管 有什么事 找我 不 不是长官 这位 才是我们的长官 酒井少佐 陈哥 酒井少佐 你好 这位先生 怎么称呼啊 必然叫张天佐 天佐 对 老天福佐的意思 爷爷给起了名字 老天福佐好啊 酒井闻翔 妈妈请 好听 好听 这个 章想 灵远 宫群 怎么这么冷清啊 究竟少佐有所不知 这陵远百姓知道黄军到来 他不是很了解 就有的逃跑了 有的就藏起来了 不过我还在吗 我愿意为黄军服务 究竟少佐 您办公的地方 我已经为您选好了 要不要现在去看一看 很好啊 我刚才还在想 这么多人来了去哪呢 正愁这个时候 你就出现了 你真是我的福星啊 哪里哪里 那就去看看吧 好 这边请 小嫂 请进吧 还要坐车吗 不要客气 好 小嫂 日本会社 Tenemos pert elderly 日本会社 快逃 滚emp higher 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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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死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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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扎子 扎子 请进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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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日本鬼子占领了陵园 咱爸 还在城里吗 我一直觉得他已经出城了 但你这么一问我 我倒不好判断了 他平时总不爱出门 外面的事情总是不晓得 万一 万一他不知道日本鬼子已经打进来了怎么办 英子 你别担心 现在日本鬼子那么大动静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而且赵队长和秦英长 他们也在想办法 放心 你没想到灵园这么快就让日本人给炸了 这鬼子推进太快了 照这个速度 要不了多长时间 整个河南都被他们给炸了 现在被动的是我们啊 灵园城进不去 也没办法跟外面取得联系 现在在这儿待着吧 最起码根据地我们熟 但最重要的 还是要想办法跟上面的部队联系上 只能这样了 鬼子要打我们就跟他们周旋 跟他们打游击 我同意 我同意 这大大威力太大了 本来我以为他们都撤了 这一定乱炸了 陈医生的救护队 炸的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这仗啊 算是打伤我们的元气了 现在我们两边加起来 还不到一个连 先休准一下也好 老赵啊 鬼子的情况我们不了解 现在也和大部队联系不上 接下来该怎么办 老天啊 我们能不能去抢鬼子的电台啊 这倒是个主意 但最好啊还是能想办法进趟城 找个电话 避免正面交火 电话肯定不行 鬼子进城了 估计把线路就全都给改了 电台嘛 城里倒是有 在你们的驻地里 在保安团 在保安团 当初收编张天佐的时候 我亲自发给他的 只不过现在日本人进去了 不知道电台还在不在 张天佐肯定跑了呀 说不定电台已经落在 日本鬼子手里了 先等大友的消息吧 然后再想办吧 小姐少佐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你看我这个地方可好啊 哎那怎么可以呢 谢谢张相对我的好意 但是我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聚不下的 我觉得在陵远 应该还有别的地方吧 县政府那倒是空着 县政府的人全都走了 可是那个地方不大 我们这原来有个军营驻查过 现在是空着 可能去那儿比较合适你们 那就太好了张相 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哎呦不不不不不不 如果现在 县长这个位置是空缺的 不知道张相 有没有兴趣 顶替这个位置 什么 您的意思是让我当县长 是的 我一定会把这个县长 这个职务做好的 赵县长 我有一个事情想问你 你们这个联合黄金 矿业公司是怎么回事 这是当初国民政府和共产党 一块开办的 现在这个金矿已经停了 那如果这个金矿 没人要的话 可以给我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究竟少佐 他不光是一个金矿 他本身是一个大金脉 能长很多金子 太好了 金脉 那我更要抓紧叫人开柴了 我只要找到工人 马上就可以开矿 赵县长 你现在已经是 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了 您客气您客气 作为县长 我愿为红军小全马之狼 赵县长 感谢你对大日本帝国的贡献 不不不 那个 究竟少佐 您看这个公司的名字 需不需要改一下 我觉得不用改名字 联合 其实我这次来中国 就是想联合你们中国人 建立一个真正的大东亚的共同圈 一个真正的王道乐腿 保留原样吧 好 好 那就 听您的 好 接 少佐 外面抓了一批 打跑的中国人 怎么处理 走去看看 少佐 怎么处置他们 先关起来吧 我看 不如把他们都将毙了吧 先留一留 这些 不都是县城的宽工吗 威力 把他们统统带走 走 张杜伯 等一下 杜伯 杜伯 随着少佐 那个人我认识 他叫吴玉智 原来是我的手下 做事很卖力的 要不要把他留下来 为黄军服务 那你说留下 那就留下吧 多谢 多谢 黄军 太军好 我是太军真正的朋友 我是太军真正的朋友 我是你们的朋友 谢谢 谢谢 找他过来 快快快快 快快 这个人是 这个叫陈广生 是地质方面的专家 很厉害的 要不 一起留下来吧 我怎么觉得 这位陈上 对我有一点敌意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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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人啊 脾气非常古怪 不过 他的专业非常优秀 咱们开采金矿 技术 全得靠他 对了 在你们大日本 留过学的 陈上 你本学习 你本学习 了吗 京都帝国大学 那可是 很有名的大学啊 我的表弟 就是那个大学毕业的 别总这样 密要紧 你不还是 要见两个女儿吗 江先生 不知道 你方不方便 带我去矿场看一下 方便 非常方便 我亲自带您去 我们愿意为皇军效力 为皇军效力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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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放心吧 陈委员 肯定都走了 即便他不知道 外面什么情况 吴玉智 肯定会去找他 把他带走的 吴玉智要是不去呢 你想啊 陈园都被战了 吴玉智什么都没了 现在整个河南 都是战斗状态 吴玉智 我拉着陈委员 去南京摸个差事啊 他肯定会这么干的 吴玉智这种人 是任何时刻 都得先保住自己 然后再拼了命 往上爬的人 他是不会放过 任何机会的 听你们这么说 我就放心多了 那我去看看伤员吧 英子 我跟你一起去 别了 你们整个救护队 炸的就剩你一个人了 你哪忙得过来啊 走吧 我帮你